他就寫說他要到診所強監王 就是職業言語然後已經提稿了 這一招一定要教很多年輕的女孩子 就是有男生要送你回家或什麼的 你這個時候就這樣手機拿起來 喂 媽喔 誰之前要送我回家 我大概二三十分鐘後到 兩三年吧 那時候我還有告 提出告書 那時候我記得新聞有報吧 他就是說 他就寫說他要到診所強監王 還是幹嘛的 就是職業言語然後已經提稿了 可是因為對方的媽媽 有來說就是他們家是有困難的 所以後來就算了 那還有中間有一度是那個 自稱北宜女老師 就是在這件事情之後 他那時候在我的粉專留言就說 因為我講這個 這種事情 所以我該會被騷擾什麼之類的 其實這些言語很多大家會覺得 自以為好笑的黃色笑話 或者是自己覺得很幽默 只有言語上面 但是其實只要造成當事人不舒服的 這些言語都是心騷擾 每一個人都有可能是受害者 也有可能是假害者 所以這才是為什麼性評教育 跟性教育這麼這麼重要的關係 以前輝哥像小姐不舒服的時候 就是好像你有合演一個情境 他教我啦 對 然後那時候我好都覺得 輝哥對你有點不太理好 那你本人的感覺是 我當下其實沒有感受到 因為我就只是覺得我不會演 然後他好像在示範 那其實我沒有特別的感受 當下 是在公開的場合之下 我覺得他就是在做 輝哥就在做他的事情 我當下就覺得很好 所以當然大家都知道說 不要單獨去上男生的車 或是不要讓男生單獨送你回家 但是我覺得這一招 一定要教很多年輕的女孩子 就是有男生要送你回家 然後什麼的 你這個時候你就這樣子 手機拿出來 喂 媽喔 誰接著要送我回家 我大概二三十分鐘後到 你有在跟別人講電話 就算沒有真的播出去也可以 對方就知道 他今天晚上要對你為所欲為 其實還有別人知道 你就可以避免自己 有這樣子的危險發生 其實這個是很重要的防身術 是我自己出社會學到的